而陈维婷站在立法院备询台上发言 引发了这没礼貌风波 他在沉寂了四天之后 今天为自己在备询时的态度道歉 他后来也接受了一电视的独家专访 他说这些天他不对外发言 主要是他一直在想 为什么当天的发言会被模糊焦点 而今天选择道歉 是因为他要让礼貌这个话题画下句点 让学生的诉求 不要只因为他的一场发言而失交 但他仍然坚持要当个不想被骗的人 要继续为社会运动来努力 因为当天他就是因为教育部长蒋伟宁 骗大家说他对学生很关心 但事实上学生多次到教育部抗议 学费太高学贷太沉重这些问题 蒋伟宁却从来没有在场面对学生过 而讲到高学费的问题 这位在发言台上被大家说气势逼人的大学生 忍不住掉下眼泪 大家说我们不懂宽容 我们恨多有全世界 恨多有部长或很多 很多的政府 可是我觉得 在我们那个恨的背后 其实我们的恨是出于 我们的爱 讲到学费问题 陈威廷哭了 如果没有爱的话 是没有人愿意或做得出 说得出那样的话 大家说我们对这些人是不是太不宽容 我想要反问这个社会 我们是不是对这些有权利的人 太过宽容 陈威廷的眼泪是为被学贷的学生们流 他说学费问题吵了20年还在吵 那天他到立法院 看到教育部长蒋伟宁才会如此愤慨 我其实那时候最在乎的是他说谎的那件事情 就是他说他如果是教育这些相关的问题 他会到现场去关心学生 然后可是事实上不是嘛 所以我们看到的是 现场出来是警察 然后背后我们要离开的时候 发现他背后其实准备好 证报警察 一次发言引发这么多的风波 陈威廷沉浸了好几天 他都在想为什么当初的发言 会不会模糊焦点 最后选在静坐活动场上 向校长道歉 消防声明出来的时候真的很伤心 还是没有办法同意校长 我没有办法同意校长的发言 我始终认为 校方可以对我的那个礼貌态度 做评断 当然可以 他今天甚至那两段留着没有关系 可是你要做这些对这件事情做评断 就好像我对联合报的要求一样 联合报完全可以拿我的态度来做文章 可是我对这件事情的基本要求是 你如果要说对这件事情做文章可以 可是你必须对另外两件事情 同时做出评论 清大发出来的道歉信 陈维廷很感慨 难过清大不是跟学生站在一块 这种讲法就是一种假的尊重 假的多元 事实上就是校长在以艺人 独自艺人的意志 来跟 来跟这个底下多数人的 意志在对着干 这种做法 那是反民主的 那我认为陈维俊校长今天的表现的确是 对于所其实我们对台湾民主化的过程当中 有一个重要意义的学校来说 有一种这样的校长 那我认为他是严重的失格 陈维廷的道歉是为礼貌问题画下据点 但对于校长不能够收回这封道歉信 他还是没办法接受 未来他仍然会坚持当个不想被骗的人 继续为社会运动努力 我希望能够成为一个把自己埋在群众里面的人 一电视杨子红 陈诗碧 新竹报导